if语句呢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条语句 这条语句呢 初学者在使用的时候 很容易遇到一些错误 我们总结了一下一些常见的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最常见的一种错误 就是忘了大括号 比如说我们程序语言本呢 可能是想说 如果你的年龄大约60的话 那我会给你的 salary呢 乘以1.2 然后告诉你 你这个薪水是多少 如果你不大约60呢 我就不告诉你这个事情了 结果呢 我把代码写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A9大约60 C2.C2乘1.2 那我把后面那句printf呢 也做了缩进了 但其实我们强调过很多遍 我们的C元的编译器 是根本不管你的空格 不管你的回车 也不管你的这些缩进的东西 所以对于C元的编译器来说 他看到的是 如果A9大约60 我们做C2.C2乘1.2 跟printf无关 这个printf相当于 if后面的另外一条语句 所以不管A9是不是大约60 printf都会要去做的 我们来试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代码就写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 他会说 这是48000 会把这个给输出了 这看上去好像 跟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 这只不过正好是凑巧 如果我们现在A9不是65 我们的A9是55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A9是55 按照我们的想法是说 A9不大于60了 那么这两句都不要做 结果 他还是会输出那个4000给你看 要怎么修改 很简单 加大括号对不对 我们把大括号给他加起来 然后 现在 他就不会再输出任何东西给你看了 因为我们用大括号明确说 这两句是if后面的东西 所以 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很简单 就是永远在if和else后面加大括号 哪怕后面只有一句 作为一个好的习惯 一旦开始敲if 一旦开始敲else 一定就把大括号给加上去 第二种常见的错误是这样 我们看到有初学者 会在if后面加上一个分号 尤其是当if后面只有一句话的时候 很多初学者会说 我们的c是不是要求每一句话后面都要有分号 所以if后面我也得要有个分号 如果if后面有分号会是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呢 age是等于55的 那么这个条件应该是不满足的 按照我们的想象呢 不满足的话 后面这个句子是不会执行的 对吧 好 我们在这个age等于55这里呢 设一个断点 我们来调试运行一下 现在呢 我们在这儿 这个age呢 现在还没有复值 那么我们下一步 结果下一步呢 直接就到了这儿 为什么会进到这儿来 现在这个age不是不大于60吗 条件是不满足的 为什么还会进这儿呢 这是因为这个分号 这个分号虽然写在这儿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在这儿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代码的局面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的if语句 后头有一条语句了 if语句需要有一条语句 对不对 如果条件成立 它要怎么做 你可以是单条语句 也可以是一个大括号 现在这个分号表明 这个分号告诉编译器 我们现在在这儿呢 是有一条语句的 可是这条语句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c的编译器 对你的代码的理解 因此这句if语句 到这儿 这两行就结束了 圆满了 完了没了 接下来这一对大括号是什么 这一对大括号就是普通的语句 你可以在你的代码里头 在你的这个函数里头 就这么平白无故的 来上那么一对大括号 里头放一些语句 c的编译器不觉得有问题 事实上我们以后会提到 这是我们有的时候 做调试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 好 所以 所以编译器不觉得这有问题 而前面这个分号呢 又告编译器说呢 我的if语句到这儿结束了 好 所以一定不能 在if的这个圆框后面 加上一个分号 这是我们看到很多 数学者犯的错误 千万别做这样的事 还有一个 很常见很常见 很常见的错误 就是 在这个圆括号里头 本来你应该写等语等语的 手一抖 只敲了一个等号 只敲了一个等号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是一个负值 而负值是一个运算符 所以负值 A等于B 这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 它也会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就是B 当然它还有个副作用 把B的值给了A 但是它一定不会去判断 A和B是否相等 所以 只要B的值不是0 这个if就是成立的 然后顺便它还帮你 把A的值给改了 它不会去比较 A和B是否相等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这件事情 如果 我们的代码 本来是要做说 A 是不是等于六十 结果呢 我们不小心 只敲了一个等号 我们来看看 编译运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编译的时候 出了一个warning 这是一个warning 这不是一个error 我们的编译器 在看到你的程序 有问题的时候 会出两种类型的 这个提示 一种叫做error 如果是error的话 那么 它觉得你的程序 是有错的 因此呢 它不会为你产生 可执行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warning的话 如果是warning 它只是警告 它不太确定你的程序 是不是真的完全错了 它只是给你一个警告 现在它的警告是说 用两个等号 来把这个辅值 变成一个相等的比较 也就是它建议你 把这个等号变成 两个等号 但是这是warning 它没有给你 它还是帮你 去做出了那个 可执行程序来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在线 从一开始 就要学会尊重warning 很多程序员 从刚开始写程序 学习写程序的时候 没有打好这个基础 觉得warning跟我没关系 反正这个程序 编译出来了 我能运行的 有人说 如果在悬崖边 立块牌子 说warning 程序员都会掉下去的 因为程序员会不尊重warning 所以我建议大家 从现在刚开始学的时候 就要尊重warning 要解决 你的程序编译过程当中 出现的所有的warning 这些warning 即使在现在没有问题 也许将来是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序 age等于60 我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还会输出说 那个age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样的程序 写下来的以后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age是55 它和60是不相等的 我们不管这个warning 就来运行的话 我们会得到说 现在我的age 已经是60了 已经是60了 并且这个if也进去了 因为salary已经乘以1.2了 虽然warning是产生了 但是它还是会给你 生成可执行程序的 所以如果你无视warning的话 你就会遇到这样的错误 在这里实际上 它做了一次复制 把age的值给你改了 然后正好因为这个age是60 这个60它不是0 于是我们就进去了 假如说 我们代码是这样的 执行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warning还是给我们了 然后没有任何的输出 程序的运行 没有任何的输出 这是因为 这个时候age被附了一个0的值 而这个0的值 对于if来说 就是条件不成立 所以里头这句话就没做 那就没有任何输出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c元的if 这个括号里面 只要是0和非0 它就会去做事情了 所以解决的方案 就是你一定要去管那个warning 根据warning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当然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开始有if语句之后 我们就遇到了这些 所谓的缩净的问题 我们之前的代码 大家看到我们在课件里面列出来的代码 在if后面都往右边缩净了 在else后面也往右边缩净了 这个是叫做缩净 我们在敲代码的时候 那个缩净是敲的是一个table 我们键盘上那个table键 那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希望说 在if和else后面加上大括号 然后大括号内的语句 要缩净一个table的位置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代码 但是再往下走 那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 扯来扯去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看到最初 我们有一种代码的分隔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if和else后面都有大括号 然后大括号里面就缩净 但是开头的大括号和if else是在同一行的 是在那个行末的 早期之所以要这么做 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当年像我们刚开始学编程的时候 我们的计算机的屏幕是80字符25行 也就是说一屏最多就让你看25行的代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采用这种写法 显然它占用的行数比较少 因此在同一个屏幕里面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代码行 然后有人就说 我们宁愿要这样的代码 这样的代码和早期的老代码的区别就在哪呢 因为早期的代码 你看所有的结尾的大括号 它不会和另外一个开头的大括号去对应 而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结尾的大括号就可以和开头的大括号一一对应了 所以如果当我们的这个显示器比较大了 你甚至见到我们现在有人在编程的时候 要把那个宽屏的显示器转90度 为什么要转90度 转完90度以后 它有一个很长的屏幕 有个很高的屏幕 高度很高 可以看很多的行数 不过再往后 还有人说我们得要这样 我们得要把所有的else和前面的那个if的结尾的大括号再分开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现在的代码编辑器啊 都会有很多帮助的功能 其中有一种功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选择了这几行 我们想在这个if else if的这个集联当中 把这一段给取消掉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快捷键 它可以帮我们把这四行呢 开头都加上两个斜杠 我们前面知道两个斜杠代表的是注释 所以这四行就从代码当中拿走了 对于编译器来说 它见到的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不是把else单独分开的 而是else和前面的那个大括号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想要利用编辑器的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一做 它就把前面那个if的结尾的括号也注释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编辑器看到的是这样的 显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大括号的不匹配 那么面对的这么多种的风格 你到底选择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至少做到下面这两条 就是if和else后面加大括号 然后大括号内的语句缩近 至于说更进一步的 你选择开口在哪儿 你选择else要不要分开 没关系 而且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情 将来你如果进大公司工作 通常来说 软件企业会有一些自己的规范要求 它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那进了企业 你就按照企业的要求做就好了